现在杭州室外的温度是23度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相机在户外拍视频能拍多长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机拍了40多分钟 就因为过热而停止录制了 但我们其实只需要给它装一个这样的散热器 就可以让这个相机一直拍视频 拍到没有电 这个散热器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翻开你的相机的屏幕 找到散热器的左侧这个地方 顶到你这个屏幕的左侧 用力这么一推 然后把这里这样卡住 这样就把这个散热器装好了 非常简单 拆的时候也很简单 往里面一推 这样一拿就拆下来了 散热器装好之后 其实也非常的稳 只要你不是非常大力的晃的话 它是不会掉的 当你把这个散热器装好之后 你的这个屏幕只能翻到这样的一个角度 是不能完全的合上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厚度在这里 但是你这样的前后翻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是装在索尼的ZV-10上的效果 这是装在尼康的Z30上的效果 这是装在佳能的R7上的效果 这是装在索尼的ZV-1上的效果 这是装在索尼的ZV-1上的效果 那这个散热器装好之后 我们只需要长按这个按钮 就可以让这个散热器开机 开机它默认是零档 你按一下 它就会切换到一档 这时候散热器就开始转了 声音是比较安静的 然后你再按一下 是会切换到二档 它的风量就会变大 散热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当然就是声音也会大一些 再按一下停止 同时你可以在这个小屏幕上看到 当前散热器的电量 还有它的工作的温度 现在是22度 这里有一个C口的充电接口 可以给这个散热器进行充电 它的续航大概是60到70分钟左右 这个续航一般的拍摄是完全够的 如果你是更长时间的拍摄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接给这个散热器插上外接电源 它是可以边充边用的 你看它现在在充电 同时这个风扇也在转 那我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测试了一下 我手上的这些相机搭配这个散热器的一个工作的情况 那具体的测试结果大家可以看我屏幕上打出来的这个表格 简单总结的话就是这个散热器只需要开到这个低档模式 就可以让绝大多数的相机 不会因为过热关机 可以一直拍拍到这个电池没有电 那如果你开到这个高速模式的话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相机的运转的这个温度可以更低 那这个散热器在使用的时候有两个需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就是你的这个相机的屏幕得能翻开才行 如果翻不开的话就没法去安装这个散热器 那第二就是因为这个散热器本身是通过这个风扇运转来去散热的 这个风扇运转是有声音的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建议你去使用一个外接的麦克风或者是无线麦来去收音 如果使用这个相机机身的麦克风去收音的话 是有可能去录到这个风扇的噪音的 那现在是使用这个散热器的低档 然后使用相机机身的麦克风收音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是使用这个散热器但是使用一个外接的指向麦克风的一个收音效果 但是总体而言这个散热器的使用体验是非常好的 我认为只要你有这个拍视频的需要 而你这个本身的这个相机是没有这个散热功能的 都有必要去入一个这样的散热器 万一你突然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需要去记录 而你这个相机有因为过热关机的话那就非常遗憾了 那身边背一个这样的散热器就可以极大地增加你的安全感 那这个散热器也已经上架到我们的官方店铺吉地手机淘宝店了 你只需要淘宝按店铺搜吉地手机就能找到它购买下单了 现在买的话我们还会送你一个非常精美的散热器收纳包 以及我们的原创贴纸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最后还是感谢大家对我们频道和店铺的支持 我是吉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